特朗普真小人 說難聽一點都幾囂張 已經當成自己做硬總統一樣 何金黎有什麼優勢呢 我認為最大的好處 其實我認為民主黨的政策定位 與美國普世價值是接近一點 我認為如果是 特朗普贏的機會多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古壇事件 在我身邊有先生和浩德兩位 兩位近來暑假有沒有出外旅行 先生有沒有去旅行 我父子去了一次 另外老婆安排了聖誕期間又會去一次 所以兩次都已經很足夠對我來說 因為我還在上班 所以夏天的時候就來香港了 這次就沒有去 因為以前弟弟讀書的時候 暑假旅行是最重頭的 現在就沒有分暑假了 只剩下一些聖誕假和復活假 浩德是否剛好去完兩位呢 我剛好先生說 現在我小朋友比較小 剛剛小學中學階段 趁他們去放暑假 現在好像要禮拜 一定要帶小朋友出去見識一下 我想我剛好去了日本 因為現在的東西便宜 可能不太便宜了 已經貴了少許了 國際情況也蠻複雜 例如美國減少 第二次先說美國的經濟狀況 第一次先說美國的政治情況 大家都知道習慣派大選 11月就會大選 拜登已經退選了 之前特朗普為槍擊事件的關係 民調領先程度非常大 但拜登退選後 他的副手賀錦麗 即是擔大旗 反而民調反而急劇上升 現在就失業了特朗普 差不多一個至兩個百分點 你可否怎樣看賀錦麗這個人呢 他在副總統的時候 似乎又不是各有什麼特別的 大的表現 但現在竟然可以領先 究竟是否因為他女性身份 或者非美裔的身份 令到有多些支持 先生你什麼問題 我覺得特朗普自己的責任 可能更大一點 我覺得自從槍擊事件 他大慢不死之後 他又表現出相對鎮定 又有英雄氣概 又舉起拳頭 又要戰鬥戰鬥 他好像一時間成了人民英雄 所以他講難聽一點 都挺囂張的 即是已經當正自己做顏總統一樣 他得罪不少人 還有他有些行為其實是陷美國於不義 例如烏克蘭戰爭 你當時是美國差不多帶領整個西方世界 要烏克蘭和俄羅斯打這場仗 你是始作勇者 你怎可以突然間 未上場就說到我一上場就會停止換作 起碼要減少 要烏克蘭和俄羅斯談判 這些這樣的行為 你說烏克蘭人會怎樣看呢 不約其他成員國會怎樣看呢 你搞了出來 找我做代理人去打代理人戰爭 現在就說放棄我 這是背信棄義的行為 即是你和北約有協議 你怎可以說你給不給錢 不給錢我不保護你 這些是無賴的行為 這樣做下去 對美國在國際形象有損 我相信如果現在在全球做民意調查 特朗普可能是最不受歡迎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即是這些行為 即使你做 是不是都要選擇 做了總統之後 或者適當的解釋下去做 他是真是肆無忌憚的 譬如他對聯儲局 聯儲局在美國機制其實不受他管 最多總統委任他做主席 但他是一個獨立的不聽命於政府的機構 他說不要奸適 我還未做總統你不要奸適 他說這好像是他私人秘書聽他怎樣 他做了很多行為都跟美國過去那段時間 所倡議的一些價值觀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他照那一套去做 應該是美國的敵人就很高興 因為他幫美國倒米 師先生可能他跟何錦麗兩者 何錦麗領先 可能是特朗普囂張或是輕敵 但你兩位如何看 何錦麗本身這個人的質素 是有機會令他跑得出來的呢? 剛才David說得挺重要的 其實他在某程度上 雖然大家在政治舞台上 或者在傳媒上 常常聽到名字 但實際上他有甚麼特別的公職成就 坦白說就是整體是一種白紙 所以現在大家對他來說 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他代替了拜登 因為拜登之前一段時間是扣分的 在民主黨後選當中可以減分的 現在換了何錦麗領先 其實可能比較特別的就是他有幾個身份 是一個非男性即是女性 可能有些人特別喜歡他 或有些人特別不喜歡他 即是基本總統 有一半 女性佔了人口接近一半 但回到一個最傳統的概念 無論是民調也好 在美國的選舉機制上 民調其實就不太有關係 因為大家知道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最後就是選舉人制度去選 選舉人制度底下 其實也是關鍵的就是一些搖擺州份 所以單單看民調去理解 究竟他有多受歡迎 或者推算他勝出的機會 其實應該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不簡單這件事 其實之前那幾人的共和黨總統之所以能夠勝出 都是全靠美國的選舉制度 即是如果是一人一票 是 窩爾多票過小布殊 是 希拉里也多票過特朗普 是 只不過美國是以州為單位去選舉 而且州那些選舉人票 在那個州 都只是多一票 贏出 整個選舉人票都要贏者獨取 所以那個選舉模式是決定了 現在賀錦麗不止在傳統的民主黨 贏的那些州有優勢 連在搖擺州的民調也顯示他有優勢 這個令很多人覺得 這個形勢突然間逆轉了 那賀錦麗有什麼優勢 本身有什麼優勢呢 我覺得本身他在做副總統期間 他沒有什麼機會有角色扮演 不過我認為最大的好處 其實我認為民主黨的政策定位 和美國的一貫倡議的傳統價值 或者所謂普世價值是比較接近的 即是特朗普是真小人 是的 基礎就是美國真是很不電 既然都衰到進來鐵地 不需要那麼多無緣功夫 無緣功夫 但是美國其實還是想做全球霸主 而且美國想做全球霸主的方式 不是回到維多利亞時代 英國人那種炮爛政策 要戰領別人的地方 壓迫別人人民 而是想透過他扮演國際警察 救世主 他是透過對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的制定 國際自由貿易規則來控制世界的資源 他的調配能力 這個其實是高明過舊時那一套 我們走回頭 所以我認為如果民主黨那套 其實是相對適應現在這個世界多些 所以他變成有贏取一些知識界的選民 即是發展了大城市地區的選民的支持 而特朗普就靠一些白人的勞工界、基層 但是你看特朗普那個曼斯的副總統 其實他寫的那本書 其實他覺得那些基層的白人 覺得歧視是甚麼 抵他死的,不要給他那麼多福利 特朗普也是的,他都不贊成全民醫保 他其實是贊成精英、商界利益多於基層的 是,先生雖然你說賀錦麗 可能是比較代表到民主黨 或者美國的普世價值 但可能他做總統也要有些新的政策 發佈一下 現在他有些倡議都挺特別的 譬如禁止企業抬高物價 亦都會開始他聲稱美國用國家的名義 建更多屋子給人住 那你會不會擔心他上一場 由過去可能一張白紙 或者沒有政績突然間很有違 是會影響美國的情況 會不會變得更加是 令到他的財赤政治 財赤的赤字會更加大呢? 選舉的特色就是要面對廣大的民眾 開空台資票要 而廣大民眾有時 你說一些太深奧的理論 他未必會 你說有東西可以益他 他現在說要怎樣建屋給人 建屋給人住 可能是禁止或者是 有些少許壓抑企業的 禁止台空價錢 等於香港而已 限制樓價不要讓他升那麼多 你當然會受到支持的問題 樓價不升 轉為跌的時候 整個社會的資產蒸發 造成的破壞可能更加大 現在我相信在競選期間 他們各自要有一些做法 討好廣大市民 特朗普最流行的是 是挑撥種族的… 不要說仇恨 總之他說 你讓賀錦麗上台 他全放了 墨西哥人進來 你們就沒有蛋好吃 他其實也是用民粹主義的 我相信賀錦麗也可能說 打給特朗普上台 你們這些女人 連身體的自主權都沒有 又不讓你避孕 又不讓你墮胎 你們做人家富庸 都是互相攻擊 但是賀錦麗第一樣 以前拜登出事的很重要原因是年紀大 賀錦麗起碼年紀輕 特朗普很多人都認為他是白人至上主義 他有非洲人血統 又有印度裔的血統 會找到少數族裔支持 這可能是他現在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賀錦麗的支持度有消息意外地超越了特朗普 當選總統的機會始終大了 賀錦麗有沒有賀錦麗的概念股 如果真的上場或者當選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板塊 你們投資界認為會受惠 之前我也提過 我覺得整體美國的路向 都是對整體的方向不變的 不過如果是細分 特朗普和賀錦麗的政策 大家覺得有點迂回 大家會覺得有些所謂受惠股的概念 有什麼不同的 第一就是特朗普支持減稅 賀錦麗支持加稅 這是在政府上的一個很不同的取態 對於企業來說當然是減稅有好過加稅 即是加少一些稅 企業的盈利便會多了 除了加企業稅有沒有加富人稅 現在暫時在說加 企業稅好像要加到28% 但他好像都贊成加富人稅 他想就劫富製品 對於特朗普比較親相界 他覺得沒有規管那麼多 所以大家覺得譬如銀行等 這些受規管的行業 在接下來特朗普會時代更好 反過來現在賀錦麗和民主黨 很多事情都要管理 包括一般星斗市民 面對的日用品便要限制 大家覺得如果賀錦麗會贏 那些消費品牌的企業便會很慘 因為他們不能加價 反過來零售商便好 因為東西便宜了 而且現在說生仔又有優惠 免稅等等 如果賀錦麗上場 一些所謂的retailer便會好一點 另一個比較迂迴就是 賀錦麗支持一些所謂的再生能源 特朗普便喜歡挖石油 所以特朗普贏便是石油股 如果賀錦麗贏便是 如果賀錦麗贏便是 風電和太陽能便會好一點 另一個剛剛賀錦麗特別提到的 爭取選票的民情就是 希望現在覺得美國的經濟好 失業率很低的情況下 他們住屋需求都好像滿足不到 他們有很多特別的說法 包括如果是有些所謂Allowance 即是他們幫助一些首次折 好像幫人給首期接近 差不多10萬港幣 好像是2萬5美元 合幅港幣便是十幾萬 但他們又不想給樓價升 他們的意思是 多些人容易些可以買到樓 想幫人買樓價便容易升 同時希望多些供應 亦希望發展商、建築商 增加屋性供應 大家便會覺得 如果真的可以上場 可以買屋建屋 即是幫人建屋便會發達 每個人都容易上會 或者政府甚至乎有特別的優惠 讓他們多建屋 可能這些都是 大家現在在投資市場上 覺得賀金偉如果能夠當選的話 可能是應該路數好些 雖然現在距離正式投票有一段時間 很多變數存在 誰當選呢 除了候選人的努力表現之外 跟客觀大環境也有關 我認為如果美國的市場表現不好 經濟不好 特朗普便會贏 機會多 因為環境這麼差 當然轉人 轉人 即是不用顧太多情面 總之要做直接有益的事情 現在美國其實不算差 即是股票又上升 失業率又不是高 又有AI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即是做生意的人 背後的根主覺得現在的情況不錯 不要變 不知對他有沒有理會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就是對賀錦麗有利過對特朗普 尤其如果選一選息 進一步改善環境 大家就更加不想變 賀錦麗當選機會始終高了 就開始有人研究他的副手 他的團隊 究竟是什麼人 其中身處中國香港 我們都關心賀錦麗 對中國的態度 他現在的副手 就是名尼蘇達的州長 有人知道 原來他之前在廣州佛山教書 都好像教了一年多的書 也都懂少少少普通話 似乎和中國的關係 或者觀感前似 都比較吻合些 或者相近些 先生你怎樣看 會不會賀錦麗上場 這個副手會令到 中美關係沒有之前那麼差 但是同一時間 會不會他作為有中國的有好背景 會被人攻擊呢 現在他的有好背景 是被共和黨攻擊的 但是其實那段時間 美國是中國熱 大家都想著賴一下中國的關係 可能有好處 我記得特朗普上台 競選期間 未曾跟中國作對的時候 他也叫他的孫女出來唱中國歌 又好像練唐詩 普通話就懂 特朗普是否親中 很明顯他不會親中 但是這個人不只是練唐詩 那麼簡單 是進去中國大陸生活過 大陸化一點 為中國人民服務過的時間 我相信他對中國的認識 一定是好過未去過的人 他一直都有聯繫 照我所知 現在為了選副總統 可能就要劃清界線 因為共產黨有劃清界線 美國有時候都要劃的 現在就會劃清界線 但是賺在中國的良好願望 這個人熟悉我們 起碼不會因誤會而打擊我 真是想打擊我 都是客觀環境造成 但是如果因為不了解 都強行打多了就不值得了 所以賺金當選機會大了 大家密切留意 剛才所說的 例如股票 或者不同的對華政策 會真的有改變 我們今次的時間就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回來 講講其他經濟問題 我們下一次再見 我在香港都生活了七十幾年 五六年又暴動過六七年暴動 因為受政治衝擊的時候 樓價都會受影響 是不是賭香港差的人 最後蒙受損失呢 可以這樣說 但是是不是等於這一刻 就等於沒有問題呢 這個就是投資市場 之所以欺負人的地方